98年卷1第3題,一部自動洗衣機用了下列5個指令去控制它的操作 每個指令是佔5個bit,由bit0到bit4,最左邊的3個bit控制操作 例如左邊3個bit表示排水,001表示注水加水,0101加熱,011旋轉,100干2 右邊2個bit負責控制溫度和時間 問題A,用文字去描述下列指令所做的操作 先把指令分開左邊和右邊,左邊負責操作 001注水,011旋轉 3個0排水,100干2 右邊2個bit,注水要01,正常水位 旋轉方面是10,15分鐘 乾衣指令是00,2分鐘 問題B,需要將下列的算法轉為指令 步驟1是注水,高水位,注水是001,高水位是10 加熱是010,溫度40度,所以是01 旋轉方面13分鐘,拆開兩部份 5分鐘加8分鐘,所以兩個指令,一個00,一個01 3個步驟4個指令,步驟4排水全部都0 注水是001,旋轉是011,排水是5個0 而最後船桿9分鐘,2分鐘加2分鐘加5分鐘就是9分鐘 所以指令有3個,全部都是100 分別00、000、01,2分鐘加2分鐘加5分鐘就是9分鐘 問題C,有4個指令,究竟做什麼呢?合不合理呢? 我們按照翻譯,001就是注水,011就是旋轉 接著排水,再加熱,高水位15分鐘25度 這4個指令合不合理呢? 注水、旋轉、排水、加熱,發覺不合理 因為最後兩個步驟,它就是先排水再加熱 這是不合理的步驟